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TV秀 好開心喔 大家看媽咪丁的穿著 就是要出去度假了 4月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這樣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了 看大家看標籬就知道了 好好好 距離上一次我們去畫文杰 已經是兩年前的事情了 那這兩年過去了 本來想說今年要再去嘛 要怎麼去又是一個問題 兩年過去了媽咪心裡的那個心魔 障礙 她還是會把跨過 坐飛機我還是會怕 所以呢我們最後選擇了 搭船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人就在加一個布袋 因為一個去花火街的人真的太多 我剛剛看了一下 至少三四百人跑不掉 所以呢為了不耽誤太多時間 我們先去取票 取完票之後我們再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這一次會選擇搭船 不搭飛機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先去領票 GO 我真的覺得這次的進化好大喔 我們上次來跟這次來那個進來的崩尾 完全不一樣耶 完全不一樣 上一次來就像柯英這樣一樣 對對對 這個跟小港機場耶 沖山機場 其實差不了多少啊 不管在冷氣啊 環境的舒適度啊 它完全是已經現代化了 大家看那邊搭了很多的船都在那邊 然後中間還有服務台 然後還有那個船表 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你一進來都不用擔心 因為一目瞭然 你要搭哪一個船運公司的 都非常的清楚找到喔 本來想說這次沒有要拍的 後來一進來發現 幸福超大 真的耶 要分享給大家 不猜不行啊 對 那我們這一次搭的船呢 就是那邊 百利 跟上次一樣是百利航運 不過這次有點不一樣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人超多的 所以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感謝去商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都沒有暈到 重點是為什麼會搭船呢 就像一開始我們跟大家分享 因為媽咪還是會怕坐飛機 坐船對她來講 還是真的是比較安心 而且有了上一次的體驗之後 我們都非常的滿意 不會暈船 速度上也非常的快 價格我們也能接到 所以今年度呢 我們又來了 只不過我們這次呢 海平線上升了 對 上一次我們搭經濟艙 記得我們上次有分享 如果有下一次機會 我們要來體驗不一樣的 好啦 話不多說啦 趕緊跟著媽咪的鏡頭 Let's go 好 接下來就是要帶你進入 我們今天要坐的位置了 欸 它很酷耶 應該是有獨立包廂式的概念耶 就是這邊 獨立包廂的商務艙 飛機媽咪是真的沒有坐過商務艙 但是船的商務艙 一定要來體驗 商務艙跟一般經濟艙的差別 一目瞭然就可以看到 商務艙是體驗 對 而且它是一個獨立包廂 整艘船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只有24個 不到30個商務艙座位 也就是說現在 發火節這麼的夯 這麼熱門的情況之下 想要來體驗商務艙 一定要起早訂 我們先來坐坐看 這個商務艙的座椅 到底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超舒服的 它這個皮質感覺很舒服耶 空間超大 然後後面感覺就是支撐著你的藥 因為它這邊的頭這邊也有支撐 它就是有點符合人體工學的這樣子 這邊還有一個餐具 餐桌啦 真的覺得我來到飛機 因為商務艙 他們都會提供眼後的茶點 咖啡 所以會有這個餐桌 讓你們舒服服服的享用 嗯嗯嗯嗯 好棒耶 接下來呢就是大家應該比較著重的 就是空間感啦 以我身高號稱了160公分 嗯嗯 有細部空間一個 兩個 三個 大概將近快四個喔 如果你累了想要休息的呢 來這邊呢 直接按下去 然後我們往後躺 哇 那它的前後距離啊非常的寬敞 所以就算呢 我把椅背啊這樣整個躺下來 你也不用去擔心說要會不會去引擁到其他人了 這一點呢媽咪真的很棒 好啦 看完我們的豪華商務餐喔 接下來呢還是要帶大家來回味一下那個比較就是 主片性的經濟餐啦好不好 它座椅呢就是回歸你看它一樣 如果你要用餐的部分 它就這樣拉下來 好 來用餐 好上回去 手銬的部分呢就是你知道 不用我多說吧 大家應該知道吧 就這樣 如果我們是第一次來體驗經濟餐 我們不會覺得它不好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去體驗完商務餐的體驗後 你就會發現 呃 還是有差別 回不去 因為價格沒有差 對就回不去了 介紹完商務餐廠之後 接下來我要分享這個 欸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吧 你要分享這個 不好吧 欸這個不分享很可惜啊 那不然就分享一點點 那一點 登登 就是我身後這個獨立包廂 欸 但是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次我們真的是非常幸運才體驗到這個包廂的 大家先不要分享出去 拜託拜託 這邊真的超棒的 所以如果有商務需求的一般民眾啊 這邊絕對是你們最佳選擇 有餐桌 有椅子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大大的電視 真的是超高級享受 這個應該比飛機還厲害 因為飛機沒有這樣的獨立空間啊 對不對 超棒 超級豪華的桌廠 好啦大家應該都我看到 我們剛剛啊超級豪華的桌廠了吧 接下來呢 媽咪在這位置呢 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因為兩年前的媽咪來到這邊呢 這個地方的東西呢 還是有點偏少 我這次又再次踏上了之後 我一定要來一探究竟 看看有什麼變化 第六是我身後這個 五十八台 它東西真的非常多耶 我們記得我們上次來的東西其實不多 這次多了 還有咖啡 冰淇淋 冰淇淋 還有餅乾一堆啊 一堆 很多人啊 他們習慣出遊的時候會買多零食 你還說我嗎 呵呵呵 如果有這次經驗之後 下次如果有要來搭雲爆號的話 不用帶啊 就買零食了 這麼麻煩 又佔空間 又提著又累 直接來船上買就好了 很方便 好 現在呢 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化妝間啦 打開了一樣 乾乾淨淨 那我覺得廁所是非常重要的體驗 因為它如果沒有很乾淨 其實就很不舒服 雖然已經兩年了 不過整體維持的 非常非常乾淨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不同的地點 哪裡 就是放心的地方 喔對 因為樓下的經濟艙 他們的行李都是放在頭頂上面 所以坐起來就會有壓迫感 但是商務艙呢 就全部放在這裡 對 上面都沒東西 所以坐起來也比較不會有這麼大的壓迫 這個我覺得非常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啦 以上影片呢 就是我们今天搭云豹商务舱的体验啊 分享给大家大家觉得如何呢 下次如果也要来洪湖玩啊 真的不见得要搭飞机 我觉得商务舱真的是奢华的享受 而且它不到2000块的票价 PISA蛮高的 来回嘛 对不对 对 来回只不到2000块 真的还蛮划算的 经济又实惠 速度也很快 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 完全不会吐 整理而已呢 今天我搭云豹商务舱感受度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商务舱的位置数量有些 总共只有24个位置而已 真的大家有机会要来 那提早预定哦 详细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 大家在后的追踪妈咪的IG 如果想要支持妈咪的 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频道会员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bye bye